大家好,我是Stan 有一组新人女团 因为疑似遭到其他经纪公司的封杀 无法出演音乐节目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有着无限小分队概念的24人组合新人女团SSS 是曾在JYP,UNLIM,BLACKBADDY,CREATIVE等娱乐公司工作 并企划了意大利索尿的音乐制作人CADENJUNG 创立的经纪公司所推出的女团 去年10月公开了第一组小分队AA之后 在今年5月4号发表了第二组小分队Crystal Eyes的专机 主打歌是Cherdy Talk 在专辑发行第一天就有了9000多张的销售量 以新人女团来说创下了很不错的成绩 但是因为之前XXAA的时候 有在6个音乐节目进行打歌活动 而Crystal Eyes在出道第一周 只是出演了M Countdown一个节目 所以粉丝们都觉得非常奇怪 对此所属公司快速的在官网发文表示 Crystal Eyes原先预计跟之前一样 将要进行3个礼拜的打歌活动 但是第一周出了M Countdown之后 没有其他行程 这部分实在是无法爽快的告知大家 因为对于特定人物或者是公司的矩集 可能会涉及到法律问题 目前能说的是 因为被想要压制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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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曲很好听呢 真的很想看更多的舞台好遗憾 因为意大利索尿前成员们 进了这家公司之后发生了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都猜测是 BlackBerry Creative在搞鬼 前一阵子与所属公司打官司后 离开的意大利索尿四位成员 Hijin Kimi Jinsoul Chetty 都搬进了SSS的所属公司 大型经纪公司也不能阻挡所有音乐节目 但BlackBerry是与韩国艺人经纪协会的交集很深的公司 能出演M Countdown 不能出演D商波就说明了一切 不是想要封杀SSS 而是在压迫所属公司 BlackBerry的目标是让胜缩后离开的Chill 与其他成员们都无法在演艺圈活动 结果杰伊登将马上就带走了他们 BlackBerry的母公司也不是没有势力的公司 封杀歌手不让上音乐节目 真的是每个年代都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对于新人女团Krista埃子 无法出演音乐节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常诡异的姻缘棒 前几天在韩国论坛出现了即将要推出的女团 秘里的姻缘棒 但是 佛祖 太像佛祖了 可可 不是佛祖姻缘棒吗 这是非常潮流的佛教周边吧 我还以为会有多诡异 结果真的很诡异 甚至也有网友亲自画上了 不过因为在介绍文中写着 第十一个钟声响后 所以这应该是个钟 那么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哪一家IDOL的姻缘棒 最漂亮呢 还有怎样啊 是吗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